好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是在自己家 自己家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介紹的車款比較特別一點 是福特的Range 那這款車,新款跟舊款的話 KT都有製作 但是我們營業項目的避震器裡面 其實大部分的改裝都還是以休旅車 跟一般的轎車為主 皮卡的話有,可是非常非常少數 甚至是4X4那一台 我忘記有沒有開直播 就是上上禮拜的Vitara JP 這些的領域其實KT的話 涉獵的比較少 那像這台車的車主的需求 也還蠻簡單的 它開起來就特別特別的晃 所以今天要改裝的項目避震器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希望 改善這台車原來開起來很晃 然後後座的程度很容易會暈測的一個狀況 那它原廠的懸吊系統 就跟一般的皮卡一樣 是彈簧跟並載器一體的 是一個多連型感的懸吊 後方的話是走一個葉片彈簧 黃板式的一個結構 後面的話跟上一代的話是差不多 前方的話結構的話是主結構差不多 可是避震器的話是不共用的 這個是2019年款之後的新型的 那這個是它的前面懸吊 這個是前面避震器 大概長這個樣子 它的前面彈簧其實磅數也很高 因為它的彈簧 它的避震器的配置 比較靠近內側支點 所以第一個它的長度並不長 第二個它的公斤數的話是很高 那KT的配置的話是配16公斤 後面的話就沒有彈簧了 後面的話就只有 我們把它的阻尼把它加重 改成可調式的阻尼 所以這個原廠的阻尼其實 以這樣的車重跟它的懸吊配置來說 算是舒適啦 但是我們再把它的阻尼的話再加重 所以可以隨著車主想要的一個軟硬度 再做微調 所以後面的話很簡單 後面的話就只有一個統身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KT後方雙上去的樣子 好 它的避震器在這個地方 欸不用這樣就夠了 避震器在這個地方 它的後面避震器很特別 一般來說都會做對稱的 假設這邊是在後方 那這邊的話就會在這個地方 但它是做一前一後的設計 斜度的話只要做一樣的話 功能就都一樣 但在最上方 我手筆不太到 來這裡 最上方的話有一個阻尼調整的旋鈕 在這個地方 上部的話是軟硬可調的機構 是從上部這裡來做調整 好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後方的話調整的安裝的技巧 我們把後方的長短度 跟原廠一樣長 或者是略短個兩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這台 非常的霸氣 其實它的後座空間也很大 它的後面的話一樣是 是可以 跟一般轎車秀旅車一樣的乘坐空間 好前面的話比較 這種懸吊比較少見 它的避震器擺幣在這個地方 我們之前有做一台雙龍的 雙龍的也是皮卡 它的前面懸吊系統就非常非常相似 可是雙龍後方的話是走彈簧式的 這一台不太一樣 來這個避震器放在這個地方 但它這裡有一個傳動手 所以傳動手跟避震器的位置這樣接近 所以這個桶身的話沒有辦法再加出了 否則它的傳動手跟這個下座的 有可能會做干涉 避震器是裸露的在外側的 所以上部的一個防水 KT在避震器最上部調整機構的地方 也做了一個防水機構 可以防止像這樣在輕度越野 或者是其他狀況 有下雨的時候 水氣會跑到一個軸心內部 造成一個鏽石的狀況 所以有做了一個防水塞 然後阻尼調整機構 就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往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變軟 那彈簧的話是配置200長16公斤的規格 有人問說這種車也要降車身嗎 這種車的話 通常以這種車的市場需求 通常都是舉升比較多 所以舊款的Rain Rover 我們KT出的套件 反倒是舉升兩吋 因為國外都跟我們下班 就是我要舉升兩吋的套件 但這一台的話 其實如果要做舉升的話 它底盤的周邊零件 還有後方的黃葉片式的彈簧 都還要墊高 有不同的改裝方式 那這一台的話 降低的訴求 不能說沒有 但是應該是非常非常少 因為這種車的大部分都做 一個Off-road比較多 所以會做降低的也有 但是很少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那用料的部分的話 一樣 KT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尼油 然後油封的話 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那在這一款 這種車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 找到類似底盤的實車 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如果針對剛剛經理 簡短的介紹 還有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今天的車款 就試乘式的 介紹的比較簡短 謝謝大家 掰掰